老闆妈说说的 说说的 有了 嗯 我再来逛街一个 你这个马上跑得太慢了 你这一百多斤 每一斤就爸爸气过我们 你也没闹 那时候每一步走一步就来打碰了 一百多斤 我一百多斤我老板都不去的 啊 谢谢大家 啊 不知生刀八牛鼠 伯伯 嗯 再过两天你都去学校了 爸爸今天准备了屋子 自己要做一瓶银 希望我用家里来用春斩去收油 还是你在学校花钱 你是要去的 在里面看乎 这银有一点好的 你能吃了你真吃了 这个银银子 你能给你一块银子 我给你一块银子 哎呀 没有银子 这银子都没吃了 这个银子 没吃了 哎呀 还有几点开训 3月4号 3月4号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 勤奋好续 啥子事情都不要去多想 无敌的某些事情 有老后来安排 这样你在学校 每天好好地努力 你只要自己努力了 以后不后悔 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都可以了 因为你现在慢慢大了 但如果是以前的话 可能爸爸要必须心 像很多去刷一样 去到外面打工 但是现在 爸爸的家里面 也算有一份事业 那份事业是你 和我们公共建政过来 爸爸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 假如以后 这个自媒体能做大做强 如果是无敌话 爸爸还想你回来几万 但是你也多说无敌话 爸爸在那条路上吃了回头亏 吃了回头坑 就是无敌话太前面了 我希望你一开始 就是自媒体能坚持地做下去 虽然内部非常艰辛 也很不容易 有可能你做自媒体的时候 他也有些小孩疯了 疯了疯了疯了一些 但我希望你不要被他们打败 打倒下去 这一点你放心 因为我们那么说嘛 毕竟大小都算每个公众 我们也拍出来的视频 但是那么多观众 无法释害的那些都看我们 所以说我们不能给他带来很多的 完全的争论量 还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争论量 给这个了 你一定要带有争论量 那个的话 可能以后就跟着了 因为你也晓得 毕竟来讲 爸那后出生的 和你们的牛出生的 可能有很多的代沟 嗯 所以说爸爸 一直以来的希望就是希望 你要变得优秀 当你变得优秀了 爸爸都心里啥 是不是嘛 爸爸那里很多有光着 爸 我希望你跟小夏阿姨 就是能怎么相处 为啥子 因为你 因为我不喜欢做生意 给你们的大女人了 嗯 还不肯定另一个人得心 像你很多时候也在为 做日子的靠 但日子也真心希望你们找到一个 你想也见 没事 嗯 当你熟悉了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打到冠军了 你已经干嘛了 就是说你也晓得 然后说你消枪 一直在一起 确实也很不容易 无敌的事情 这个病人都得了一些关心嘛 你来说我去把你自己的那个生活 还有那个学习搞好 照顾好自己 那么呢 因为毕竟你是现代的年轻 不是那个那个年轻的 那个那个年轻的那儿已经老了 真心 好 我跟哥说有一天 你们去完成了 在外面不断去他的工作 当你们回到家的那一天 然后发达个安逸 然后到家里把家庭 嗯 说说当然一家人来一起 还是蛮人行的嘛 嗯 因为人生 当你有钱到哪儿都很运动 其实人生 没得啥子的 我们来到这个实际上 就是经历 但是我们从来不要 觉得自己怎么样 我们一个坚强 嗯 好 好 走 就妈妈喝了 你们就平静一样 在我那边就 你都 嗯